假設真的是他右下來的 那我應該要往右 還是往左呢 喔靠 飛了嗎 當時呢其實就有傳聞 本來這裡要設機車停車區 結果後來蓋好的時候 發現機車停車區的原本設的地方 變成六個汽車停車格 就是因為可以拿來賣錢 結果哥沒多 那個富人就 獲釋了 這個就是這個 停車上的都市傳說 那這邊這個就是 鼠階梯 而且你們有看過那個 我之前也有拍過鼠階梯 就知道 這個樓梯間的鏡子 自己覺得是特別的詭異啊 如果真的是他要往下來的話 那應該要這個 還是這個呢 你們覺得呢 我是覺得 回去好了 好 好了沒有啦 因為我現在手上 我也只有一台手機 然後 我也沒有帶什麼 硬幣啊 或是什麼可以寶貝這些東西 所以 我覺得我們就讓命運 來決定 我們到底要不要 去 上面 還是 下面吧 我等一下會這樣按 如果他的第二個小數點 是大魚 我們就上去 如果是小魚的話 我們就下去 比如說 像這樣 就是下去 在停車場這邊 就讓他來幫我們決定 對那個他 我不知道是誰 假裝 現在是真的有他 哈囉 他的話 電梯再下來一次好不好 如果 如果你真的 在的話 可以幫我們決定一下 我的馬標 要大魚 還是小魚 嗎 現在就看 小數點的回數 3 2 1 1 2 1 1 1 2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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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4 2 2 6 4 4 5 5 6 6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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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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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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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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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,68街 看起來是 完全沒有發生任何事 我覺得 上面的氣氛還蠻恐怖的 走去看看 對不對 這個綠色的光 而且我跟你們講 我剛剛拍錯的字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奇怪,我是覺得很好笑 我不知道剪出來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很高興能夠微笑 好痛 他自己說話 我是Siri 而且我跟你們講,我剛剛拍錯的字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奇怪,我是覺得很好笑 我不知道剪出來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他很高興能夠微笑 我即是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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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自己說 我即是我 我即是我 很高興能動一笑 我即是我 他自己說 這樣有點詭異 這裡有點詭異 不錯不錯 趕快走 掰 大家應該記得這個東西吧 昨天我在下面聽到Siri講那些話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是他感受錯誤之類的 但是應該要拿他去問問看 那裡是不是有一些什麼 也希望說他能夠問出一些什麼東西吧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點渺茫